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在4348跌了0.72% NASDA跌168点收在13548跌了1.23% 分别跌了0.68 0.72和1.23 SPY现在也没有锁出200天平均线 目前在4348 往下面的support应该低个4300 再来是4200 再来看一下欧洲方面 欧洲市场 英国-0.32 德国-1.47 法国-0.25 亚洲方面 日本-0.64 香港恒生-0.49 中国上海-0.62 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 最近的利息不断上升 不过这两天稍微有点和缓 以美国来说 十年债券从2.03跌到了1.93 加拿大-1.87 以开发国家是低利率 大约是零获得待一致下 再来看一下commodity commodity最近石油不断上升 不过这两天有一点扑败 以西德肉油来 目前是90块5毛 布兰特油92.86 都跌了一些 Nature gas 4.68 黄金 1898块 黄金 涨了不少 主要就是通货膨胀和市场的一些恐慌 代表恐慌和摊分的指数 目前在37左右 那么37是中间偏下 也就是说市场基本上有一些恐慌 不过也不是极度恐慌 那么37基本上还是一个属于比较低的部分 那么从这个目前的大的趋势的基本面来看 一个就是关于苏联和乌克兰的战事 目前按照美国的说法 一直认为苏联是铁了心要开战 不过按照实际上欧洲和苏联的谈判 以及乌克兰的发言人的说法 应该是会逐步朝向一个协议 就是说可能不会有真正的全面性的战争 零星的一些战斗或许是有的 但是不是全面性的战争 可能会取得在法国和德国的调停之下 以及苏联和乌克兰可以接受的程度之下 可能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不过这个还是一个VNC的situation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疫情 疫情COVID-19现在虽然前段时间达到个高潮 但是因为新的Omicron它的死亡率不是那么高 它虽然是容易传染得病率很高 但是死亡率并不高 再下面的观察点就是到底 因为许多人都得过了 而且很多人都中了疫苗 是不是一个普及性 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东西逐步减缓 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又产生性的变种 产生更大的杀伤力 目前是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就是疫情到底是和缓 还是要继续扩大 那么乌克兰跟苏联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不会有一个大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 关于美国的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 上个月是7.5% 前个月是大约7.2和6.8 这些数字都是最近40年上最高的 如果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势必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Fed Reserve已经说了 3月份要开始加利息 一般的说法 由原来的加2至4次利息 可能现在就会加4到8次 那么实际上市场上的利率 已经悄悄的上升了 这个10年债券前两天已经涨到了2% 从1点大约3,1.4涨到2% 其实已经悄悄的涨了三个quarter 那么投资人其实心里早就有准备 认为10年利率是会回到2%到2.5%之间的 那么在这个范围一般来讲 是预期之中并不会非常可怕 但是如果继续不断上升 冲到3升 冲到4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disaster 投资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负面消息这么多 不定因素这么多 应该采取比较保守的资产配置 什么叫保守的资产配置 简单来说就是把β值下降 把风险值下降 把中低风险的资产的配置的比例增加 把高风险的配置比例要下降 这个比你每天去观察市场 每天去拆市场 每天去看盘 有效很多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合理 有效的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 我是小银翔 我的电话73 9883 888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